一個人醫生啊要被關這麼久的時間 就算他是軟禁啦 那也相當不好受啊 讓你斷絕一切對外的聯絡 那真的就是一個對一個人意志力的考驗 何況竟然會有人游泳游到這個人家 這個人以為說我都要放出來了 結果再被禁個兩年事程 對不起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我一定要補充 因為這句實在太感人了 因為我找到資料 他說他跟艾瑞絲那時候結婚 他講一句話 他跟老公講什麼話 那個是在發生事情16年之前 他說呢 我只要求一件事 如果的人民需要我 你會幫我 敬我的職責 然後他最後講說 我一直很憂慮說 國家跟這個環境的事情 會讓我們分開 後來果然事情真的發生 這就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老公就知道我娶的不是一個平常女性 對 然後 因為汪山助記他被軟禁嘛 然後呢 他在那邊坐牢的時候呢 2009年5月 有個天兵啊 叫耶托 然後呢 他辦了那個觀光護照 然後進入緬甸之後呢 是美國人嗎 美國人 然後就 他剛剛這個 汪社長不是說提到燕子湖嗎 他就永渡燕子湖 然後就到了 怎麼會有這種事 就到了汪山書記的家裡面 然後還躲了兩天 可是比較嚴重的是什麼 因為 緬甸軍政府認為說這樣子 汪山書記違規 除了把這個人驅逐出境之外呢 又多關了他一年半 你知道一年半非常的致命 怎麼說呢 一年半以後已經超過了2009年他們民主選舉的日子 你知道嗎 倩林最近有個新聞是 3月15號 緬甸軍政府的電視台 終於可准了播出汪山書記的競選演說 這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沒辦法想像的 雖然批評軍政府那段檢調 但是對縣政府的一些指教都還有留下來 因為汪山書記他那個叫做 全國民主聯盟已經合法登記了 然後4月1號請注意 4月1號要競選 不過呢還是不可能過半 因為軍政府總共開放了48席 那一席不合格嘛 然後大概頂多47席也是過不了半 所以我想說至少啦 緬甸軍政府有跨出了這一步 可是我認為汪山書記在民主上面 來說呢他是犧牲了所有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支持他 尤其他他當年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電影裡面描述了 那個得到諾貝爾 那個這個對 和平獎 沒辦法去領 就跟那個艾未未一樣吧 我記得 所以這兩個人 對還有余小波 對不起余小波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 這怎麼講 就民主來說 他們都是盡最大的貢獻 我覺得這些人 應該值得我們尊敬 不過這男人 到底是哪裡冒出來的 他認識嗎 不認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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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養牧者吧 這游泳跑到人家家去 莫名其妙啊 因為 翁山書記也不認識他一個美國人 叫葉托爾 到家躲兩天 然後最後又會多關了一年半 這不知道怎麼回事會不懂 莫名其妙啊 軍政府這樣關他 好像 教授他並沒有過什麼審判啊 入你的罪啊 什麼都沒有 軍政府想關你就關你 想多久就多久 想研就研 這樣一個怪事情 我想從頭講起 東南海國家這個民主化過程 笑話一箩筐啊 剛剛提到他那個選舉選上了 不算事啊 這還小事 很有趣的是 包括那個停電 早前台灣也有嘛 就換票櫃 還有比如說 換票櫃 就是他都安排好的 然後比如說 你是說選舉的時候 就停電 換票櫃 然後這個 你發了一千張選票 開始要兩千張 然後他們是塗那個指甲 他們沒像我們這麼 就塗那個顏色的 這掛掉還可以重新再領票 就是鬼故 就是說這種 等一下 他們一千個人去投票 出來有兩千張 然後這個的結果還成立 就是見鬼了 這個成果還成立 我們真的是國家 東南海國家很多民主化過程 但是很多是笑話的 那我覺得翁三他將來會變成一個神話 那剛剛提到那個 關了最久的 應該是南非曼德拉 三十六七年 斯密德也很久 這些都創紀錄 那很有趣的是 我覺得現在拍這些歷史片 大概都找這個長得很像的人 其實中國大陸上 一向都如此 很多演員是從零開始 非職業演員 你這樣不會聯想到某些人嗎 像那個英國的班 金茨黎演那個甘地傳的時候 在印度拍外景 很多人向他下跪墨拜 國父又來了 像到這樣子 還有像這個二十世紀的 切卡巴拉 阿根廷這位 參加古巴革命的 已經變成一個傳奇人物了 他遲早也會變成這樣 這個不是政治神話 這是真正的神話 他這種風範 我覺得他醫生剛剛提到 兩個最痛苦的決定 一次媽媽中風 要從英國回來 他知道他回不去的 因為他先生 這個生病的時候 可以離境 他也不去 因為一定回不來 你這個人 這個東西 兩個最痛苦的抉擇 對不對 那我就講一下我們這個 緬甸這個國家 是目前世界上 大概被西方國家 尤其美國人 列入邪惡的國家之一 因為他跟伊朗北韓的關係 特別密切 當然也不開放觀光的 當然我們知道台灣的僑民 雲南那邊僑民非常多 他們可以單獨回去 旅行團的話非常困難 我一直想去啊 那最近我看有一些安排 但是非常貴 一天大概一萬台幣的報價 一天一萬台幣 跟寮國一樣 很近啊 那一萬要幹嘛 東南亞回家都很便宜嗎 比如說你去七天就七萬塊了 跟你到歐洲一樣了 蛤 他在貴什麼呢 這個地方 因為他的首都在山裡面 就是說他賺一個算一個 對 所以那 我真的是有點嚇到 怎麼這麼貴 大家都每次都講說去中南亞玩 便宜啊 五天四夜三萬二什麼的 他這個不能照具體算 那寮國更近啊 大概七八天要八九萬耶 那像我們看那個藍波第四集啊 那個電影 你真的很喜歡這部電影 我覺得蠻傳神的 那個不是亂拍的 像他們軍人把那老百姓呢 趕到田裡面之前呢 丟了一些小型的地雷 你要往前走 看他們炸死 你想要退就槍殺你 在電影裡面就有這一幕 有這一幕 非常震撼 自己的同胞 不是 借你一下 以價值量嘛 對不起我的想像 這樣的一個軍政府國家 怎麼會讓所有的光客 去到國家去看呢 萬一看到一些真相怎麼辦 所以他必須讓你最好是 不要進來太多是越好 我覺得我認為他就是這種心態啊 所以當然你跪跪跪到 像周老師這樣子環遊世界 他就不想去 因為實在太貴了 像我們早年說那個 我們那個反共救國軍啊 就以前李明將軍在打 尤其在那個義運那段故事啊 緬甸軍 緬甸政府軍隊不堪一擊的 所以他們去聯合國告狀 說中國有一個部隊侵犯他們 那我們說東南很多國家的部隊 只會幹兩件事情 一個搞政變嘛 殺自己的老百姓 一個是得AIDS 得一些不明明的病啊 就生活亂七八糟的 真的喔 所以當年日本人啊 除了泰國全部征服了 因為緬甸以前跟印度 同樣連在一起是英國殖民地的 他的父親 翁山書記父親 翁山將軍 我有他的全套的鈔票 因為我收集錢幣喔 是他老爸頭巾的 跟穿軍裝大盤帽的這個 只有國父嘛 都印在鈔票上面的 那這個後來我們知道這個 翁山書記 翁山將軍在 反這個殖民戰爭時候 被自己政敵暗殺的 他發現啊 緬甸的這個軍政府 獨裁政治超過那個 早年的這個英國人 跟後來日本人的統治 還要殘忍 那他為什麼最後 翁山書記被放出來 其實這個軍政府 國家也沒在怕的啊 因為也是這樣啊 因為軍政府 在美國有很多黑錢啊 美國人已經就是 不能是按死公開講 你要殺他啊 這錢全部沒收 你軍政府會垮台了 殺誰殺翁山書記 如果你敢把他弄死的話 不用弄死啊 我去幫你關一輩子不行嗎 軍政府在美國的錢 美國人要沒收了 就是卡死他了 他的條件是說 你不能把他弄死啊 不能要他 那為什麼他們不要 因為不管怎麼樣 對軍政府來講的話 翁山書記應該都是一個威脅嘛 你在那邊民主啊 什麼什麼 但是不敢殺他 不敢殺他 因為這個全世界各國 對緬甸的經濟制裁已經影響到整個國家的運作 然後他第一個 為了要保住東協這個位置 如果你再繼續這樣子 倒行逆施 違背人權的話 東協可能把你踢出來 第二個就是為了他們的寶石 沒辦法出口 這個寶石是他們整個國家物產非常豐濃 而且寶石是最大宗的一個收入 對軍政府不預註 什麼樣的寶石我們看得到嗎 都是翡翠 翡翠的寶石 所以為了這兩個事情 所以不得不 對翁山書記不敢下毒手 原因就是在這裡 翁山書記的那個演說 為什麼那麼感人 我們待會回來看